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今天这个农业起床 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其实也是很冷 但是冷空气已经在逐渐减弱 所以这个温度会缓慢的回升 所以我们今天的小叮叮就是说 冷空气在逐渐减弱 那么空气是比较偏干 所以天气是比较晴朗稳定 不过这主要是针对我们西半部 我们的整个这个台北 我们这个北部中部南部来说 是属于天气比较稳定的 但是以我们东半部我们当时来说 这个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地形的降雨 因为目前都是有点偏东北风到东风 所以在我们东部迎风面 还是因为这个气流会碰到地形 会有一个台声的作用 所以还是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所以还是要多加的留意 那么白天的话气温是会回升 但是要注意日夜的温差比较大 因为到入夜之后 这个云浪变少 辐射冷却还是会很明显 所以温度下降的还是很快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的低温 还是有机会大概下降到只有14 15度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冷 同样是较冷 也是要特别来注意 那么就是说我们海边的红映 有在逐渐的减少 因为偏北风慢慢的在减弱了 所以这个风浪也会稍微的减弱一点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稍微比较强的这个阵风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渔民朋友们 他们在沿海地区工作的这个朋友们 都要特别注意 可能偶尔还是有强阵风 那么今天呢 这个农林云木小丁 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雄区农业改当场提醒大家 像目前这样子的天气有点低温 甚至在清晨的时候有点潮湿 这样的天气是比较有利于这个蜜枣的异病 还有轮斑病的发生 所以要加强田间的卫生 最主要就是果园的通风 所以可能我们这个汁液要稍微的修剪一下 不要让这个整个果园太过太密 这个通风不好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有这个蜜枣的异病跟轮斑病 另外最近的天气也要特别注意 是马铃薯跟番茄的晚异病 这个同样的也是在低温 还有比较稍微潮湿的环境之下 会比较容易发生 那么这个主要是我们台南区的农业改当场 来提醒我们各位农民朋友们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的这两种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个病虫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岗 我们台湾附近其实云南都没有很多 水气不算很多 只有因为偏东风 这个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有稍微云量比较偏多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地形的这个降雨 那么下一波冷空气 影响我们台湾的时间 大概是在礼拜六 差不多是在败拉格期中 败拉格这一波冷空气 它的影响时间不算很久 大概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 那么最低温大概是在发生 在礼拜六的深夜到礼拜天的清晨 但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波也不弱喔 还是有机会让我们的中部 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低温下降到 只有11 12度 所以空旺地区可能还会再更低 所以这一波的强度 跟目前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一波 其实是有的拼喔 都还蛮强的 也要特别注意这个低温的变化 那么目前看起来礼拜六的这一波的话 水系量也不算是很多 但是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 东北部还是会有这个局部联系的短暂震雨 所以我们来看得到就是说 三明素材较高 那么最主要的水系量没有很多 所以最主要是银峰面 有这些局部联系的这个短暂震雨 另外我们中南部要稍微注意的是空气品质喔 细旋浮为例的浓度值比较偏高 所以当然其实跟呼吸器官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尤其是我们的云林嘉义以南的地区 一直到这个高雄屏东都要特别的留意 稍微我们的关心就是说 在在未来的时间是什么地方较厉害 最主要的都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我们的东坡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东北风到偏东风的影响 到拜六的一半期 其实因为有这个偏 这个还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转成这个偏北风又比较明显 所以在银峰面 北部 东北部跟东部呢 又会转成比较容易下雨的这个天气 那么最主要转变比较多的 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北部大台北地区 云南会变度会有局部零星的这个短暂征雨 但是这一波的影响 最主要其实是在礼拜六的上半天 接下来礼拜六下半天到礼拜天 又会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的状态 所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 还是有一些变化 连这些温动也是有稍微的变化 所以提起大家也要特别来提高警觉 一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转变起来 我们明天再接过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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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